內地著名上升站徒弟打記者是英雄 北京著名上升郭德江最近被揭發的別墅佔用工用陸地建後花園 北京電視台每日文魚播報的兩個記者上門採訪 郭德江弟子李學彪應援 但雙方談了沒多久,李學彪突然動手 別這樣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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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別這樣 看著你把握,我把握,我把握,你幹嘛 當記者離開別墅,李學彪還未收伙 追出來多次打記者 公安到場,記者表明拍下李學彪打贏過程 他竟然動手搶攝錄機 撤影記者送院後,證實輕微腦震盪 肩膊和膝蓋多處受傷 但件事還未完 郭德江當晚登台,竟然將件事偏入上升 這裏的打人,打人,打人,打人 但是,我要給你們的考慮宣傳 制度擺服您出英主 又狂踩北京電視台 呀,瘋狂 有認識的,今天人家說一聲 有種別做我的東西 有能力別用我們的人 一是一位我便中火 你一是我,你的行事就差了 內地媒體廣泛報道這件事 網民說兩師徒都是黑社會 涉嫌打人的李學彪 最終要向記者鞠躬道歉 電視台和記者都保留追究權利 北京公安已經接手調查 好嗎 好嗎